哈勞 大家好 母上春节就要到了 故隽韧的人们 汤油 面包饱 几乎每个人都有 就这么煮 还要吃麻 这个都叫年味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八宝饭 做八宝饭其实就是一个装配的过程 首先要把糯米做成糯米饭 之前我在做酒酿视频的时候有说过 糯米饭可以直接用煮的 不需要蒸的 只是那个水要放精准 1比1 一分米 一分水 这样煮出来的饭 就会粒粒分明 现在糯米饭已经在锅上煮着了 然后我们还要准备豆沙馅 红豆沙我是用买的 要买这种细的比较好 再有红绿丝 猪油 如果家里有葡萄干 桂圆肉 也可以放些 我们先把这些放入碗底 红绿丝如果没有 可以放些红枣丝 核桃人什么都可以 只是装饰用的 碗就是一个模型 大的小的 圆的方的都可以 看自家的人口多少和食量大小 今天我用了两杯米 大约在500克上下 做两个八宝饭 饭好了后 马上就取出 不要让它接底 趁热 第一时间先放一勺糖 大约在50克左右 如果你喜欢甜一点的话 可以多加个10克 再放一勺猪油 大约在30克到40克之间 趁热拌匀它 饭里加了糖 我觉得要比在八把饭上 淋上糖浆的口感来得好 第一勺在勺上 饭最好就取平一点 这样一下就能扣入碗底 底下的装饰物就不太会移动 然后四周铺上饭 尽量铺匀 否则豆沙线会露出来 就不好看了 豆沙线放中间 这个豆沙线好 就好微波炉先打一下 让它浑软一点 如果再放少许猪油拌拌 会更香 一个八宝饭 大约放100克左右的豆沙线 然后再盖上饭 这个是抵来的 所以铺不满 铺不均匀 没太大的关系 但是可以的话 尽量做到好 最后给它压压实 就可以倒扣出来了 取一个盘子 你可以这样放上去 但是呢 这样看不见 容易放斜了 所以呢 还是这样比较好 这样抖两下 它就会下来了 这样自家做出来的 质量可能比外面买的还要好 像搬家家那样 八宝饭就做好了 那如果你就吃的话 马上开火 大火蒸五到六分钟 蒸到那个馅滚滚烫 如果不马上吃 就放置冰箱 冷藏个三到五天 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再或者 你都不知道哪天会吃到它 就放冷冻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下个视频 我们约好一起做走油肉 我们把年味弄到更浓些 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